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秋山 相信大家光看畫面上的照片 都會覺得圖中是一位非常可愛的女生 應該不會想到她是一位男生吧? 而一位年青人就是日本Junon Superboy 去年舉辦的花美男選拔賽中 一夜爆紅的小男孩 她的名字叫井首上莫 井首上莫今年16歲,身高163cm 去年參加花美男選拔賽成為大眾的焦點 因為當時很多觀眾都議論紛紛 非常質疑井首真正的性別 雖然井首最後在比賽中途被淘汰 但比賽之後有很多經理人公司聯絡她 還有很多雜誌和媒體跟她做採訪 令她一夜爆紅 小編我留意她在電視節目的採訪 見到她不知相貌是像一個女生 就連行為舉止,身形和聲線都跟女生完全沒有分別 根本很難想像她真正的身份是一位男性 她說小時候已經察覺到自己和其他男性不同 曾經想嘗試改變自己,但覺得非常辛苦 因為她說她感覺到身邊男性的同學和朋友 根本沒有一個當她男生這樣看待 她說曾經嘗試改變自己的言行舉止 嘗試融入男生的世界裡 但最後都會令到她的男性朋友非常尷尬 當然主持人又問到她性取向的問題 而井首就說她自己還未知道自己真正的取向 但她說幸運的就是家人非常支持自己 說不需要因為她真正的性別,而刻意作出改變 所以她說只會忠於自己 不會去刻意改變自己的性格或身體 而她很多新的支持者都說她的相貌比喬本還內更可愛 很期待她進入娛樂圈之後 能夠擔任劇集中女主角的角色 相信一定會帶來更大的迴響 而今天要講有關於井首上幕的新聞暫時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聽 喜歡的希望大家讚好和訂閱我這個頻道 我們下一條片再見,拜拜!